根据周三公布的会议纪要,联储官员在4月份的会议上表示,如果经济活动持续强劲回升,就应该讨论收紧货币政策的问题。 会议纪要称,一些语会者表示,如果经济继续朝着委员会的目标快速发展,那么在未来某个会议上,应该开始讨论调整资产购买速度的计划。 市场一直在密切关注,联储何时开始缩减美债购买的动作,目前的购买速度为每月至少1200亿美元,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达到接近7.9万亿美元的水平,几乎是疫情前水平的两倍。 联储官员一直坚定地表示,在他们的经济目标,特别是关于就业和通货膨胀的目标实现之前,他们不会改变政策。 尽管没有给出时间表,但本次纪要首次披露了联储官员表示可能提前缩减对美债的购买。 纪要发布以后,股市短暂地扩大跌幅。